觀眾朋友你好 祝你 昨天是二零一八年三月三號是有話好說 十歲的生日 其實也沒錢 說 創一個很大的機能 可是這十年來真的非常感謝 所有的觀眾朋友 也有很多很多的來賓好朋友 對我們的支持鼓勵 當然有很多的指證 十年來不容易 但是十年來我們一直關心的 一個最重要的議題 就是臺灣的未來 臺灣的主體性 臺灣的民主價值 能不能持續的下去 臺灣的堅持 臺灣的創意 以及臺灣的活力 能不能更加的光大 其中一個最大的關鍵 就是兩岸關係 如果可以的話 大家一會喝下去 我對習近平的觀察 在這一陣子呢 有一點點覺得焦慮 甚至恐慌 什麼意思呢 我們其實之前談了很多 中國在習近平的領導下呢 其實習近平的權力 是越來越高 依照慣例呢 當你權力很大的時候 你就不太會害怕 有些事情呢 你就說可以放了 譬如說在蔣經國那時候呢 他可以開放民主 開放黨禁 開放報禁 開放媒體等等 那時候不太理解說 奇怪 習近平看在那裡 為什麼他對中國 對於臺灣 他權力越抓越大 言論越收越緊 然後呢 在上一次 我們看到十九大的時候 以前的慣例就是說 你要在這個時候呢 指定下一屆的接班人 有人叫做廚君 然後為什麼他不指定 然後在之前呢 大家都說 所謂的常委呢 他們的政治局常委 叫做習行不上常委 什麼意思呢 你怎麼貪污啦 怎麼亂搞呢 只要你是政治局的常委 通通沒事 為什麼習近平打貪 一直打一直打 打到像是周永康 打到像是薄熙來 很多事情你看不懂 後來這一陣子呢 說習近平要稱帝了 當然這是戲稱啦 就是所謂的國家主席 任期拿掉 他可以幹五年 幹十年 幹十五年 甚至幹一輩子 你才想到說 原來他布局之深 同樣的道理 另外一個議題 大家也許在今年過年的時候 看得很清楚 奇怪 每次過年 春節的時候 大家都要看大型的 綜藝節目 才會公廣集團 華視給我們看卡通 你轉來的時候 好像卡通還比較好看 因為其他電視台呢 這些影劇節目說實在是 了無心意 然後你到新年 所謂的那個國立 跨年的時候 你都會很大的影歌星 結果臺灣找不到人 來去參加這種 大咖的跨年晚會 某種程度說 不就算了 可是把這兩件事情 連在一起看的時候 我就開始會擔心 面對一個權力如此高 布局如此深的對岸 對臺灣充滿敵意 跟謀略的一個領導人的時候 溫水煮青蛙 這種統戰的陽謀呢 其實大家都清楚 大家都看得到 可是怎麼辦 似乎到現在為止 臺灣政府提不出來有效的反制作為 這在二二八的時候呢 國臺辦提出了三十億項的 叫做會臺政策 什麼意思呢 把臺灣人當成是中國人 你到中國去 不管你是去創業 你去念書 你去工作 乃至於你去做 所謂的影視文化的部分 相當程度都把你視作 中國人給你國民待遇 當然會加速臺灣的整個高階 影視創意人才的 吸進慈吸效果 臺灣怎麼辦 今天呢 在這樣的一個憂慮下 我們來談一談 臺灣在面對中國 在二二八提出來會臺 三十一項政策的時候 臺灣該做什麼 能做什麼 而所謂的影視文化 對臺灣真的是不重要嗎 看卡通就算了嗎 如果說一再流失 我們的創業的根基的時候 對臺灣將會造成 什麼樣的傷害 來介紹今天四位特別來賓 首先歡迎是臺灣電視劇 製作產業聯合總會的會長 林錡輝 林會長你好 觀眾朋友 主持人大家晚安 大家好 不好意思 我一開始話太多了 不過可能就是要順著 這個脈絡來談 再來歡迎是臺灣非常重要 有名的影評人 脈絡瑜 莫莉大哥 主持人好 大家好 臺灣智庫的諮詢委員 董立文 董老師 大家好 年輕人也是很重要的 一個創意的一個代表 臺南新亞協會的理事長 顏婉玲 先生大哥好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先來看看剛剛拉哩拉扎 談這麼多 為什麼今天要談這個呢 今天中國的人大開會了 人大呢 接下來最重要 就是要修憲 修憲呢 當然就是要讓習近平 可以順利的延任 或許你叫他稱帝也好 而包括李克強 當然還是行李如宜 行事說 絕對不容許臺獨 什麼什麼什麼的啦 然後呢 稱帝這件事呢 看起來不會有什麼懸念 會順利的通過 反臺獨呢 大概每一年都要這樣講 可是關鍵在於說 為什麼要在二月二十八號 對臺灣最重大的日子的這個時候呢 中國提出來三十一項的會臺政策 我們來看看今天中國人大正式登場 中午大陸第十三屆全國人大會議 五號在北京開幕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率先進入會場 國務院總理李克強 則是發表工作報告 提出未來五年的工作建議 其中李克強對港澳強調一國兩制 對臺則是貫徹一中原則 反對臺獨 並且再提會臺措施 絕不容忍任何臺獨分裂 相較習近平十九大對臺 提六個任何的強硬姿態 李克強對臺工作報告 只用了比去年略少的一百五十一個字 但是主軸不變 而且在提港澳臺內容之前 先提了中國軍事 今年的中國國防預算增加了8.1% 投入1.1兆人民幣 要維護國家主權 李克強也報告 中國今年經濟成長目標設定為6.5% 也將削減鋼鐵產能和關閉部分的燃煤發電廠 但今年兩會涉及中國高層換屆 修憲和推進機構改革的大事 李克強的報告並沒有主動提及修憲延長 國家主席的任期 此外中國將涉監察機構 人大委員王岐山是否能夠出任 並接掌國家副主席 與習近平合體打攤也被受關注 國務院港澳臺辦公室也傳出合併 國台辦副主任劉潔一五號受訪強調 傳聞沒有權威性 中共中央對台工作方針是一貫的 只會繼續加強 記者綜合報導 不過董老師我們先談談大的政治面 稱帝或叫做無限期的延任修憲這件事情 大概不會有懸念 不會有意外吧 看起來是不會 雖然他的過程是有點奇怪 因為習近平這個人他已經打破了太多 中共的政治慣例 政治規矩 但是簡單地說 以前有一句話叫做 中共在進行那個經濟上的改革開放的時候 中共很多人自己說 一夜回到解放前 因為把資本主義找回來了嘛 取消這個任期制 往這個君主制靠攏了 叫做一夜回到滿清末 就是說這個共和制 其實已經被他取消了 任期制 他有兩個最重要的政治邏輯 第一個 簡單地說是對人的不信任 就是任期制是怎麼來的 因為人是有缺點的 是的 第二個政治原則叫做權力使人腐敗 絕對是權力使人 絕對腐敗 權力是種病毒嘛 這是第二個政治原理 人是有缺點的 權力是病毒 這兩個有問題東西擺在一起 該怎麼辦 任期制是從這一來的 任期制本來是民主政治的 這個要素之一 上個世紀 第一個中國共 第一個共產黨國家 把他納入了 是波蘭共產黨 一九八一年 第二個是中國共產黨 把他納入任期制 一九八二年 為什麼 因為中共深受其害 那你現在把這個最重要的 這個任期制 等於把他取消了 其實你無論怎麼說 都是往君主制在靠攏 所以在第一時間 乃至於今天 說實話直到今天 中共還沒給一個說法 沒給一個理由 董老師就是說 大概我所看到的資訊 中國的知識分子 其實對這件事情也很反對 那上個禮拜 我有開心在我們節目講說 你們難道還說 為什麼習近平感冒天下之大不惠 我叫大不惠 那你怎麼會有這個想法呢 他本來就是不care人家在想什麼 更何況在這個時候 就算你反對 也一點意義 一點影響都沒有 中國現在情形是這樣 我覺得恐怕這樣會太小看 中國大陸的十四億人民 以及更重要的是 會太小看中國共產黨 取消任期制這個事情 簡單的說 以前我們常聽到一句話 只有中國共產黨可以救中國 可是這句話被改了 只有習近平可以救中國 所以我覺得共產黨裡面 尤其是我說過 任期制是他們的政治遺產 是鄧小平那一代經過 江澤民經過胡錦濤 所以現在要全部陪你 陪你習近平一個人 只有習近平可以救中國 已經不是中國共產黨了 OK 我們今天大概不會把重點 談在習近平是怎麼樣的人 中國對臺灣有多麼的野心 這個其實不用談了 因為說實在 大家都知道 要談著說 明明他就擺明了要吃你 明明他就擺明了要統戰 他也跟你講 我要怎麼統戰你 我不管是用文工 用武賀 用慈禧又利用 我就跟你講 我就是要這樣做 你能怎麼辦 臺灣能怎麼辦 我們來看看在二月二十八號 當然他有時間的意義在 推出了三十一項對臺灣的這些優惠利多 其實就把臺灣人當成中國人 就叫國民待遇了 十二項特別是針對臺商的 譬如說中國製造二零二五 讓臺商參加 如果你是高新的技術呢 可以減少你的稅收 然後科研機構呢 還有臺灣的學校 可以參加重點研發計畫 臺灣可以參與公共工程的基礎建設投標 然後可以公平的參與 中國的採購方案 然後也可以參與國有企業 混合所有制 適用中國用地的用會 然後你也可以參加中國一直在推的一帶一路 等等等等 然後銀行的貸款等等 這是針對臺商的部分 換句話說 先對企業釋出很多的力度 再來我們來看看 其他的部分 臺灣專業人才呢 可以報考 中國五十三項專業技術人員 還有八十一項技能人員的這些資業 職業資格考試 千人計畫 萬人計畫就是說 你是頂尖人才是國外的或是海外的 都把你抓進來 用更高的薪水聘請你 有兩千人 幾萬人 這個計畫 千人計畫 萬人計畫 讓臺灣的高階人才進來 然後臺灣人也可以去申報 自然科學 社會科學基金 然後臺灣人可以參加中華文化走出去的計畫 可以繳足什麼梅花獎 精英獎等等的 再來看看 其他的所謂的會臺政策 醫師 教師 你在中國呢 去念醫學碩士的臺灣學生 就直接跑中國 考中國的醫師資格 考上之後呢 就在中國直接職業了 然後呢 你符合條件的臺灣醫師呢 你可以申請說短期 或是長期在那邊行醫 那時間到了之後呢 重新再辦 然後通過法律法規考試的這些人呢 可以參加證券 期貨基金 然後臺灣大學的這些教授呢 也可以到中國去教書 你在臺灣已經累積的這些學術成果呢 通通都可以納入對岸中國學校的這些評鑑 人才網站跟企業線上招聘呢 也可以用臺胞證來註冊登錄 這個呢 其實就是其他面向 我們今天會等一下會多談一談 所謂的文化影視這一塊 影視包括說 比如說我們有話好說就沒有辦法在中國大陸 那個讓人家看到除非你翻牆 為什麼老是講中國的壞話 這個什麼意思呢 要審批 你要通過他的言論審查 你才有可能在對岸去所謂的那個登錄 或者是說那個可以落地 但是呢 現在說臺灣人士 你要參加中國廣電節目電視電影製作呢 第一個不受數量限制 他們其實會保護國內的影視產業嘛 你如果是外國的 他會所謂的數量控管 但臺灣以後不給你限制了 然後中國引進臺灣製造的這些電影電視呢 就不限量了 就把你當成是中國的電影電視了 然後呢 兩岸一起拍電影 兩岸一起拍電視 然後大陸元素等比例呢 通通都要放寬 這是影視的部分 學術的部分呢 也大幅的這些放寬 再請教董老師 溫水煮青蛙 能耐我何 其實這一次大量的開放 其實是從去年的二零一七年十月 其實已經預告了 那個時候就已經說有八項 這個大的 大片的 總的來說啦 我覺得這裡面它的確會有影響 而且不同的行業會有不同影響 但不必過度悲觀 我舉一個例子就好了 這個去年的這個川席會結束了以後 這個中共馬上宣布了 這個中國大陸的金融證券保險業 對美國開放 對美國企業開放 結果美國政府跟美國的企業界 對這個開放的反應非常冷淡 因為眾所周知 就是說除了你說中共說開放之外呢 他這個市場裡面還有太多其他的條條框框 舉例來說他分三個層次 第一個層次 每一個行業他還有其他很多政府的法令 還有很多法令限制 第二個他那邊有他那邊的市場規律 跟競爭的方法 第三個他那邊還有更多的潛規則 我們是二零零九年就開放了證券金融保險業進去 二零一零年十幾家銀行 臺灣銀行進去 當時有畫了圖像出來 我們只要做一億人的生意 我們臺灣的金融保險業就已經吃飽了 而且做二線程式就好了 結果今年是二零一八年 那十幾家進去 中國大陸銀行死的死逃的逃 簡單的說 換句話說你也不認為這會臺三十一項政策 會對臺灣產生多大的持續交代 不 要看 要看不同的行業 從我的角度來看呢 其實中共的重點 你看他那個會臺三十一項 前面十幾項有一個關鍵字 他不斷地出現 叫做高科技 高科技 高科技 所以我覺得我們要先證明 三十一項措施 連中共都沒有說他是會臺 會臺是我們媒體自己杜撰出來的 對 站在臺灣的角度來說 這真的就是窮臺奔臺 他是針對我 第一個 是針對我們的高科技的人才技術資金 他最重要是要掏空 我們自己的經濟發展基礎 第二個是關於意識型態產業 就是文化產業 他是要改造我們的認同的 就像剛才主持人說的 他要改變我們認同 他是要統一的 他從來沒有騙過我們 瞭解 不叫陰謀 他叫陽謀 陽謀 所以我剛剛說不同的行業 他會有不同的影響 但總的來說 我覺得我們不必太悲觀 對 瑞大哥我剛剛拉哩拉扎講那麼多 對 我太起人優天了 沒有 其實這個有很多面向 其實我去年十二月在北京跨年 政策真大轉彎 我去年十二月跟臺灣的這些電影工作人員 在北京吃飯聊天的時候 他們都很擔心說 他們說二零一八年是最寒冷的一年 他們聽到的消息是 今年 全部的人都要凍結 就是不用臺灣的人了 除了你在那邊已經站穩腳步的周杰倫 蕭敬騰 張惠妹 阿妹爹大咖之外 你二三線的想要重新進大陸的 大概沒有機會了 這第一個 第二個 原來在臺灣的這些影視的職業人 如果你有外國護照 譬如說你是加拿大 你是美國護照的 他盡量用這個護照 而不用臺灣的身份了 他們當時是很悲觀地告訴我 那是二零一七年年底十二月的時候 結果才短短的一兩個月 政策大轉彎 就開始開放了 會臺了 我就馬上打電話 就馬上就跟我這些十二月吃飯的朋友聯絡 他們說 哇 他們歡心鼓舞 然後那一天 就是這個政策一公布的當天 北京一大堆人都在吃中飯吃晚飯 跟大陸的合作對象吃飯了 機會來了 對方也說 哎呀 太好了 現在開始 我們又可以跟臺灣 跟你們合作了 好 這是一個大前提 政策轉彎了 春天來了 春暖花開 但是我覺得 沒有什麼 像你剛講沒有前優天 他沒有什麼特別的 因為第一個 你要有兩個立場 第一個 要有競爭能力 你要會賣錢 你才能夠賺錢 也就是說 你本身像蕭敬騰 周杰倫他們你是有票房的 那當然人家才用你 唱歌難聽去大陸 也沒人要聽 你現在根本 你是沒有票房 我舉個例子 我十二月在那邊 看他們喝水檔的第一檔 他們一個禮拜 很多電影 陳國富導演 是很早就進大陸的 他監製一部電影 叫二代妖精 馮少峰跟劉亦菲演的 非常好看 但是我跟你講 他一去競爭 馬上被打下來 因為第一個 他排片 排片不如別人 第二個別人有的片子 比他強 就是號召力比他強 他做得再精緻 馬上就下來了 也就是說 即使像陳國富這樣的導演 都還要面臨這麼大的競爭的壓力 那你那種還沒進去的人 你有什麼好高興的 你看到這個會臺策略 你有什麼好高興的 別人不會把你捧在那邊 所以第一個 你要會賣錢 你才能夠賺錢 要有競爭力 第二個 你還是要有政治意識正確 你剛剛講的 全部開放了 你臺灣的電視電影 都可以賣過去了 我坦白講 某些臺的偶像劇還是賣不過去 因為你那些臺是有問題的 他還是不會買你的東西 所以這跟以前是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差別的 當然他有些細節開放了 譬如說合拍電影的立像 以前如果我給你合拍電影 我立像先要交一筆費用 他這個費用取消了 那你合拍電影 現在不用交這個費用了 第二個 合拍電影以前要經過很長時間審查 現在審查時間縮短了 但這個還是一樣 你合拍 健忘春就是合拍電影 但是健忘春賣垮了之後 就不合拍了 你要合拍 他今天不收你錢了 讓你時間縮短了 你還是一樣 你要合拍去 能夠賣錢的人才會歡迎你 你臺灣人想過去 第一個還是要能賣錢 第二個 你都不要像我們這麼白目 言必稱中國 不然你也說內地的 你說中國 不然你多多說大陸 你要談祖國 祖國 你至少自我的言論審查 你先審好 人家才能接受你 可是洛宜大哥 我想請教 不是有一個說法 該過去的 能過去的 想過去的 早就過去了 你現在開放有意義 所以我說沒有 你看我剛講去年 現在最紅的電影名是誰 這個這個這個 黃飛鴻的這個 這個演員 這個這個演員 這演員 他其實去年幫大陸產值是 三部電影 十三億的人民幣 那這樣的這個產值 今天不管你開不開放 他都穩佔 穩佔這個地位 所以我第一說 已經站穩腳步的人 他不管你會不會台 不管你這些策略 他就已經在那邊工作了 開了以後 你要是沒有這個這個 這些這些條件的 你沒有這些這些這些 這些內容的 你這個大餅 你吃不到甜頭 所以你不認為 這次所謂的三十一項會台 特別影視文化 對臺灣會造成什麼傷害 我覺得沒什麼衝擊 我覺得跟以前一樣 頂多一些細節 以前一些芝麻蒜皮的細節 跟你便捷了 便捷讓你來來來申請了 如果沒影響 他幹嘛 大費周章 大辣辣的 用盡心思 在二二八 宣布這個立台政策 當然我剛講了 他的細節 細節是開放了 是是是容易的 讓你更容易去合拍了 可我剛說了 我剛講的男明星是彭于晏 彭于晏 是大陸現在最紅的 臺灣電影演員 他去年三部電影的賣座 一共他領銜主演電影 十三億人民幣 也就是說 在大陸目前要跟北美競爭 全世界最大的這個這個這個 產值的時候 同院就幫他貢獻了十三億 人民幣產值 因此 在這樣的人來講 我剛講了 他開不開放是沒有影響的 但是主持人剛講了 他還是會讓你便捷 就是說 我的很多細細項目 都開 就是說 你要賣到愛奇藝 賣到這些 你有很多微電影 網路的電視劇 也許比較好賣了 如果你不是在敏感的臺座的話 可能好賣了 會長你會煩惱嗎 臺座說 過年看卡通 在過年去記上台後 我們也說 沒什麼好看的節目 會不會因為這個磁吸 使得臺灣的至少在影視 更加空洞化 我先講明 我是臺灣電視劇製作聯合產業總會的會長 我是來自於這個業者 所以對於業者的立場來說 全世界只要是對我們臺灣好的 我們都歡迎 不管他是利多利少 這是基本的一個立場 這第一個 第二個當然今天我們主要來談的是 關於影視方面 因為前面主持人有提到這個 前面關於這個習近平習先生 改成他的種種 我在這裡 我不是政治人物 我是影視 或是我的觀察 他的改革 應該是 有一部分很大原因是來自於他父親 秉承父親 習勞 習中心的遺志 他要做政治的改革 當然我不是政治人物 我們不做敖術 是 接下來提到的 為什麼會叫228 我個人的觀察是有兩個 第一個 228在臺灣是一個很特殊的日子 再來我認為他跟國民黨之間 是有 有些嫌隙的 以前這些利多 所謂會台的政策 應該是在國共四月份 要舉辦的國共論壇 對 交給他的 是 那麼這次提前過來 所以應該是在這個方面 直接訴求臺灣人民 我想因為我不是政治人物 所以這邊都是野人現部 個人的一點觀感 那還請各位多多指教 OK 我想我們言歸正傳 提到這裡影視方面 對於我們兒園 比較重要的是他第18 19 20 那他18是提到說 臺灣人士參與大陸廣播電視節目和電影電視劇 可不受數量的限制 因為這個其實對我們兒園 並感覺沒那麼深刻 為什麼 因為數量對我們兒園 以前按照他的規定是一年可以參加兩部 我想兩部就受不了了 兩部一個演員能夠主演 能夠演兩部戲 一個導演能夠導兩部戲 已經非常的不容易了 所以這個是怎麼看法 然後在整個十九條裡面 對我們是業者來講 是比較有意義的 那比較有意義是 尤其是做我們的電視劇 因為他十九條講是大陸電影發行機構 有廣播電視視聽網站和有線電視網 引進臺灣生產的電影電視劇 不做數量的限制 那這個電影早就開放了 那電視劇是因為我們當初是屬於境外的 所以他在於他的網路上 他有規範一年只能播放百分之三十的比例 是境外劇 那我們現在把它排除在這百分之三十呢 很顯然對我們在銷售大陸 習近是有很大的一個幫助 但是還是回歸到商業的機制 Business is business 是 也就是說剛剛我們那個麥 麥兄講得非常好的 就是到最後還是 the content is king 內容是網 你現在臺灣你製造出來的東西 到底有沒有受到觀眾的喜愛 你如果在臺灣有受到觀眾的喜愛 大陸就會喜歡 就日本也會喜歡 所以回歸到問題還是在於 我們自己能不能把內容做好 這才是我們要去思考的 你會不會擔心臺灣自己本土內部的 這種不管是電視電影或其他的影音文化人才 就一直被窒息 一直被窒息 結果臺灣就沒人知道了 我想這樣子 大家都知道一個故事 就是這個大雨治水 大雨治水 治水能夠成功 是因為他是用疏通的 那他老爸呢 是用這個這個主體的 所以失敗了 那回講到我們臺灣 其實人才的外流 最嚴重的時候是在我讀高中 那是中美斷交 我記得我們的協長來找我們 就說說來來來來 來臺大 去去去去哪邊 去美國 去美國 在那個戒嚴的 實在裡就擋不住人才 往外走了 何況我們在臺灣民主化到這個 好地步 我們還可怕人才向外走 尤其我們影視行業 又不是高科技的行業 那麼我想呢 對於我個人的看法 臺灣是一個人家稱美麗的寶島 但是我們聖醫師長醫師 跟你自己想想 臺灣有沒有天然的資源 沒有 石油沒有 煤礦什麼礦什麼都沒有 臺灣只有什麼 人 臺灣最珍貴的就是只有人 所以呢 我們臺灣人呢 受了這四百年來的外族 等等的蹂躏 但是我們產生了 所謂的寒子的名字 寒子如果落地就換給 女人呢 就是油麻菜籽 隨風飄零 落地就生根 所以呢 大家對自己要有信心 所謂 僅一不夜行 落夜不歸根 僅一不夜行 落夜必歸根 我想我們出外打拚的 還是會回來 那我現在我講的 僅限我們影視方面 高科技當然又是另外一個 了解 不過會長你很重要的概念 就是說 不要那麼短視 是的 眼光放遠一點 也許他一年兩年三年 在大陸發展得很好 終究這些光芒會回到臺灣 你這不想想我們 他可以影響我們 我們難道不能夠影響到他嗎 瓦玲你也這麼樂觀嗎 剛剛在聽幾位前輩在講 我剛剛突然想到 就前幾個月 我意識到的兩部臺灣的電影 動畫電影的差異 一部是幸福路上 一部是小貓巴克里 我不曉得在座的幾位前輩 我們聽過這兩部 他們是同一個時期的檔期上的 然後都是臺灣人自製的 那他們其實選擇了不一樣的方向 幸福路上他的片子的內容 我們就在講一個女孩子一九七零年代出生的女孩子 成長的過程 然後碰觸了非常多的政治議題 所以這是一部幾乎 呃不是幾乎 是肯定沒有機會上中國的片子 那小貓巴克里呢 他也是一個臺灣導演 然後臺灣團隊自製的片子 那這部片有進到中國去 那這兩部片的成本都都相當的高 動畫成本其實就比真人高嘛 那根據我事後的瞭解 這兩部片的票房有差異 小貓巴克里其實在臺灣 沒有很多 沒有很多聽在放 那那個討論的人也少 幸福路上不一樣 其實大量的做行商 同溫層紅透了這樣 是 但是小貓巴克里的票房回收 應該是比幸福路上好 接下來我要談的一個問題 我覺得跟今天的主題比較相關的 就是為什麼我要談這兩個的內容的差異 是因為如果一旦整個隱居的這個市場 往中國強烈的傾斜的話 那隱居的內容 我們剛剛也說到內容是網 沒有錯 內容是網 但是會不會自我審查 你要做什麼才能夠到中國去 前一陣子林心如那個事情 我就不說了嘛 大家也都知道 甚至不是內容的問題 只是因為接受了文化部的補助 好 那可是問題是 如果臺灣人不敢做到大陸不得放的騙子 因為這樣子他的票房會失利的話 難道我們要導出一個結論 就是愛臺灣就不能愛錢嗎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可怕的結論 愛錢跟愛臺灣不應該是兩個極端 就是你要做 你要做一個娛樂事業 你當然也還是希望賺錢 即使你愛臺灣 你還是希望賺錢 所以我們在討論這些問題的時候 其實更進一步要思考的就是 國家到底要怎麼樣 跟人民討論這件事 而不是讓人民把這件事 極端化到變成說 我愛臺灣 所以我不要賺中國人的錢 或者是我想賺錢 所以我沒有辦法那麼愛臺灣 我覺得這件事是 我們在談整個這個 各種開放的時候 要思考的一個問題 但是現在情形就變成 你只能二選一了 我擔心的就是這個 不應該是一個二選一的選項 應該要想辦法變成是 我既可以賺到錢 又可以鞏固我的國家意識 要嘛就放棄中國市場 好好在臺灣的幸福路上 要嘛你想講的 就這時候先不要講 好好先登陸再說 這就是國家要負起的責任 不應該讓人民做這種選擇 才對 講到國家要負起的責任 其實就是我們要花一點點時間 看看前公共電視總經理 馮仙賢在昨天自由時報寫了一篇文章 我們當然今天也有邀請他 不過他因為時間關係 今天不能來 但是我覺得他這篇文章 其實很值得大家好好去想 不管你認同不認同 他其實點出了很多很多問題 我們很快來看一看這篇文章 他說中國到底是會台還是毀台 這個只差一個音而已 不要讓臺灣唱文化空城記 會台跟毀台只差一聲 揮揮揮揮 然後對臺灣影視產業來收網 用市場誘因來逼迫臺灣人放棄創作自由 這個是陸委會跟文化部的解讀 那馮仙賢認為這是正確 新措施呢 就是用經濟利益來交換政治認同 這個大家都沒有爭議 都理解 但問題是 那這些正確分析之後 臺灣政府的反制措施在哪裡 你看到人家出牌了啊 你要怎麼出 不然你就轉點點 我都不要出 我就趴趴趴一直趴下去這樣 現在呢已經是叫做 握中捉憋啦 大家都看得清楚 那中國為什麼要對臺灣的文化教育抓得這麼緊呢 這是一個重要的問題 而且放寬臺灣影視產品輸出 等於呢進一步要求臺灣影視媒體加緊自我審查 他不審嘛 但是你要自己審啊 不是說你亂講有話好說你就可以登入 不是這樣子 你至少你要收起自己的一些批判的這些言論 因此結果可以預料 已經非常貧弱的臺灣影視文化 將會更加速放棄殘存的自主性 未來臺灣公民在自己國土上收視的內容呢 將會更進一步的去脈螺化 像是幸福路上 你大概就很難在中國大陸上演 那自由民主多元價值的這些題材呢 將會在商業內容中消失 一切都會以迎合中國審批的標準作為依規 臺灣人在自己的土地上 沒有辦法說自己的故事 沒有辦法在影視故事中感受自己真實的存在 但卻可以習以為常 如果這不是危機 什麼是危機 這是他問題的解讀啦 那他這這一點其實還蠻有趣的 如果你看過後宮甄嬛傳 你看過狼野榜 大陸叫狼牙榜 或是中國好聲音之後 你還會認為中國需要臺灣嗎 中國都已經搞到這個地步了 那麼場面大成這個樣子 你還真的認為中國需要臺灣嗎 如果中國不需要臺灣 那他幹嘛做這個會台政策呢 重點就是說 臺灣根本做不出來 強力吸引觀眾的內容 太陽花的效應已經消失了 開始臺灣人的認同呢 向中國傾斜 而臺灣文化國力 卻完全不見起色 到這個階段呢 中國持續用資金的優勢 來吸走臺灣的人才 並不是臺灣人這麼了不起 不是你臺灣人不可或缺 而是就是要讓你臺灣唱空城祭 看臺灣敗在自己手上 毫無作為的這個情況下 因此他看到政府沒有拿出 有效的政策 投入足夠的資金 來支撐臺灣的影視產業 後來他談到很多他的對策 等一下我們會花時間再來談 我們再來看看這個問題真的有嚴重到 要用國安層次來去思考嗎 也不過是會臺政策說 你臺灣人可以過來 我視同中國人的這些待遇 讓臺灣的這些影視文化人才 可以在中國發光發熱 但是事情有這麼簡單嗎 我們來看看 臺灣歌手張惠媚登上 中國湖南衛視2018的跨年晚 晚會高唱經典歌曲 三天三夜駭翻全場 當天受邀的臺灣歌手不只阿妹 還有亞洲舞王小豬羅志祥 今年的跨年晚會 不少臺灣的大咖明星 紛紛受邀到中國表演 儘管臺北場還是有邀請到歌手 盧廣眾和必輸進 但將兩岸的表演名單比一比 有汪勇還是覺得相較之下 臺北場失色許多 除了歌手之外 不少臺灣演員也前往中國發展 像是曾經以痞子英雄拿下金鐘獎 最佳男主角的演員趙又廷 先前拍攝古裝劇 三生三世十里桃花後 在中國爆紅 不但締造四百億次點擊率的紀錄 根據平面媒體報導 他每部戲的片酬也飆升到超過四億台幣 對於影視人才紛紛蹊進 臺灣傳播學者賴翔未認為 價碼只是表面上的原因 實際上他們是希望藉由提高在中國的知名度 進而爭取演出機會 而就在上週 中國國台辦對臺灣影視產業釋出三大力多 包含臺灣人士參與中國影視製作 以及中方要引進臺灣影視作品 都不再受到數量限制 而兩岸合作上 主創人員比例和投資比例等項目也將放寬 中國有龐大的影視市場 加上現在又要放寬限制 臺灣要留住影視人才 恐怕會越來越困難 不過瑞先生我們大概不會去討論個人的一些 他的市場選擇 價值選擇 以及政治態度 因為人往高處爬 他有更好的發光發熱地方 他過去人之場景 但談到整體政策 對岸的影視政策 再加上臺灣的影視政策 你覺得應該是平常心對待還是會悲觀 我講一個真實的事件 今年過年我在戲院碰到萬人導演 大家知道二二八電影 二二八的事件裡面 有一部很重要的電影 叫超級大國民 就是萬人導演導的 他對二二八這個歷史事件 一直情有獨鍾 他當時那部電影 其實現在已經發DVD藍光了 很多人看了 但他還想要做一個更大的 因為當時這個電影 只是一個小成本小製作 他想要做一個史實更大 他已經在寫劇本了 我當時一聽我說 哇太棒了 你做電視劇還是電影 他說我不做電視劇 我做電影 那我說現在怎麼樣呢 你現在進行怎麼樣呢 他馬上沮喪搖頭 他說我找不到錢 我說你要多少錢 他說三億台幣 那我說這三億台幣 為什麼沒有企業支持呢 我說你去找公視啊什麼的 他完全是沮喪的 他說沒有企業要支持台灣電影 要支持我拍電影 我說你跟公視合作啊 為什麼不做電影 然後做聯繫劇呢 他說不會 他說也沒有也沒有電視台 我說文化部文化部 他說文化部只能給你輔導金 那我說那你怎麼辦呢 那你這樣子 因為這個這個就跟大陸沒關係啦 因為二二八這個電影 他根本不要去那邊的市場啊 是 但他連在台灣要想要拍二二八 要單億台幣 一個大一個拍過超級大國民 這樣的導演 都是這麼沮喪的 那你從這個例子 你就看出來了 這就是那我們講了 我們台灣自己影視產業 有沒有辦法能夠把我們自己的文化 我們自己的歷史能夠 能夠弄出來 可是以這樣的導演 他已經在寫二二八的劇本 他都跟我講他開場是要什麼飛機轟炸 要怎麼樣場面 可是他完全實現不了 那這個問題我覺得值得深思 這樣的一個導演 他要想拍一個台灣的故事 想要拍一個這樣歷史的故事 他要去哪裡籌錢啊 沒有人教他要去哪裡籌錢 那這個怎麼辦 東老師你之前是國安會的諮詢委員 我想問的是說 這個事情是不是國安層次 我們再回到剛剛逢賢賢寫那一篇文章 他的重點 拜託導播讓我看一下PC 然後重點是什麼台灣做不出來 強有力的這些好的內容 然後中國持續在吸台灣的人才 認同呢向中國傾斜 然後為什麼大陸明明不需要台灣人 他還要用盡政策來吸台灣人呢 就是要讓台灣看到自己敗在的無所作為上 你認同嗎 首先我今天還是說一下 因為我沒幹過國安會諮詢委員 幫他們做過事而已 但沒有那個位置 我瞭解 我尊重 而且是理解就是說 像這個彭董事 他也是我的長輩 然後還有我們剛剛 顏理事長的那些 平輩啦 他不會是你長輩啦 擔心啦 理解尊重 可是我覺得這裡面有幾個問題 他好像把他都混在一起了 而且其實沒有那麼悲觀了 簡單的說啦 中共想要改變我們台灣的認同 對我們的所有的各行各業 其實也不是文化產業 做思想檢查 不是從今天才開始的 二十年前就開始了 從李登輝時代就開始 還記不記得我們第一個被點名的台灣企業 這個許文龍 對不對 他必須要在那邊表態 所以 可是你看 尤其是 我們有那麼多的藝人過去 絕大多數過去的藝人 他心裡面 他自己清楚 人在屋簷下 要賺那個錢 就是說 我不碰中政治 我是政治中立 然後他做好他的事情 絕大多數人 心中其實沒有忘掉台灣 然後那想要在這裡發展的 還是一樣有唱歌的 就是擺明了 我就是不去賺你的錢 還是有 那我們的市場還是一樣 自己在發展嗎 裡面最重要的就是說 認同開始向中國傾斜 這講得太快了 因為我們每半年 各單位都有做那個認同的調查 沒有啦 有啦 今年以來 一點多嘛 一點多趴嘛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這個不是 我不認為那個 那個些微的改變 每天都看什麼 中國好聲音抗難 看什麼 那我就要講第二個問題 我剛剛說他混淆什麼問題 就是說中國的磁吸是一回事 我們自己台灣的這種 這種文化影音市場的環境 是另外一回事 有時候很多事情是我們自己造成的 其實跟中共無關的 我舉個例子 其實一切從WTO 進入WTO開始講起來 簡單的說 我們當初進入世界貿易組織的時候 在這個文化影音市場裡面 就沒有保護啦 我們如果學韓國 百分之四十需要我們自治 那你就可以 那因為有這個政策性的保護 然後後面有有政府的資金 企業的資金肯投入 有利可圖 他就會有走出一條不同的路 那我再補充講一個 就應該就要十年前二零零六二零零七 我們的當時新聞局長葉國欣 我印象很深刻 想要規定我們的七點到九點 黃金時期規定我們要自治 就是我們的電視那個 影片要自治 根本通不過 就我們自己的電視台 通通每個都在反對 這就是我們的市場結構啊 所以我們的市場結構 如果有我們的自己的問題 那我就知道就分開來談 那回到這裡喔 各行各業都被 都被思想檢查很久了啦 其實就是因為有這種思想檢查 我覺得大家才知道臺灣的可愛 臺灣的寶貴啦 所以會長你我看你剛剛 也一直在上頭啦 所以你也認同問題 不在中國磁吸 問題在臺灣 一直把我們的人才趕出去 這樣講喔 我想先回答 你剛剛提到的 馮總經理 他提的 是不是文化產業 是不是應該用 國安層次來看他 與我總會會長的立場 當然贊同他的這個講法 文化產業本來在臺灣 就是要以國安的角度 這麼高的層次來看他 理由是什麼 很簡單 話語權 政治上叫做話語權 是 但是對於我們而言 我們產業人 叫做品牌化 臺灣的經濟的起飛 是因為從代工 OEM變成OEM大國 但是從來沒有臺灣的品牌 我有創造臺灣的品牌 臺灣才能夠持續的走出去 經濟才能夠改善 所以我時常講 臺灣先要文化 產業化 文創產業化 再來產業文創化 創造了臺灣的品牌 我們才能夠持續的向海外 來發光發亮 而至於大陸到底 是否需要臺灣的人才 當然需要 當然需要 臺灣這塊的沃圖 是專門培養了多元文化的人才 影視 它不是一個管道的 它是各行各業 各種的戲都可以拍的 所以呢 為什麼大陸還還需要我們 很簡單 它需要我們的 idea idea 我們可以有很好的素材 所以 我們臺灣政府 也提了 叫做什麼 夜在地 夜國際 這話 大家聽起來 你夜在地 你是不是經濟之王 不是 因為像全世界的題材 都是 在地文化 因為你在地文化 因為你跟人家不一樣 你different 所以你有獨特性 所以引起人家的好奇 但是你所細數講的內容 必須是普世的價值 什麼叫普世價值 對於父母要孝順 對於愛情要堅真 等等的 這些 你像韓 剛剛提到的 韓國 韓國的那個太陽 那個什麼 太陽後衣 後衣等等 他講的 也就都是這些 所以呢 我個人認為 臺灣影視呢 還是很有機會的 但是 剛剛我們的董 董兄提的非常對 臺灣從一開始 加入WTO 就放棄了文化的保護 到了後面的政府 把臺灣影視產類 變成潛碟型的經濟 什麼叫潛碟型 從電視台是靠廣告收入 一年大概有三百億 到四百億 當初有四家左右 所以每一家都 一潤有餘 所以我們的製作費 就非常高 但是忽然 把有線電視台 忽然合法化 一下子變成一百多台 你不能升多州少 所以把自己弱化了 這個 這是一個讓我們影視 所以那就牽涉到 長期來講 臺灣政府 不管或藍或綠 對於影視產業 真的沒有把它當成 國安問題 來去思考 所以到現在 我們會陷入一個很大的困境 您大概 您一直在做文化工作 所以你看這個問題 其實不管影視 其實還有像是出版 還有像是高教人才 其實都在這一次 31項會台政策裡面 可是我們再來看看 你剛剛我們如何理解 影視是否為國安問題 這是一個 第二個如果是的話 那長期沒政策 接下來該什麼樣做 馮先生談到說 你總不能老是說 沒有辦法去抵擋 中共不戰而屈人之兵的 這個步步並激 然後進逼 他說呢 該怎麼做 第一個商業台該倒 就讓他倒 不要說電視台不能倒 電視台就是因為太多 太爛 大家在搶 那麼一點點的收視率 廣告大餅 搞得大家都活不好活不下去 該倒就讓他倒 這一個 第二個呢 要學其他國家 用OTT 就是over the top 就是所謂的 用網路來播這些影視內容 這部分 那他很重要 不管你喜歡或不喜歡 第一個 不要再拿人民的納稅錢 去補貼商業電視台 這是一個 那再來要怎麼做呢 不管你喜歡 或不喜歡公共電視 要拿公共電視 作為很重要的發展基地 多少錢 五十億來起跳 五十五十億要對 其實頂多一年 多個三十億 那蔡英文 如果任期還有下一任的話 就是六年 就是一百八十億 其實呢 也比不過 比辦一個花博多一點點 第一個問題的嚴重性 你如何認知 第二個該怎麼辦 好我們先回到第一個問題 就是我們還是來談這個 會臺政策到底三十一項 中共自己沒有說會臺 這三十一項政策的意義 在整個中共對臺的統戰當中的意義 我覺得他比較重要的意義 是他這一次繞過了海姬海鞋 直接開放給臺灣的一般人 也就是說他這次的重點是自然人流動的部分 就是大量的鼓勵 我不需要再跟你用政治實體 對政治實體談判的方式 來談那些服貌 之前我們在談的那些談判過程 我直接開放給你 然後我就不需要受到臺灣政府的抵制 因為反正之前臺灣政府抵制 在服貌那一階段是很擔心 那邊的東西會大舉入侵 所以守住臺灣這個部分 那現在他們先不處理這一塊 他們就先處理 你可以過去這一塊 那我覺得這個是一個中國 更更更赤裸的政治企圖 就是之前我可能還是用政治實體 跟你對互相談判 是 那個時候還可以告訴你說 我是為了讓利 我是為了讓雙方互蒙齊利 但到了這一次我根本不需要 中國不需要臺灣給你什麼 我直接給你很多東西這樣 我再來的路上 在做捷運的時候 在刷新聞就看到連王文淵喔 連王文淵都說 這些政策可能對臺商是好的 但是對臺灣不見得是好的 連王文淵都這麼說 我覺得這是相當令人驚奇的一件事喔 所以也就是說 這次他的不服看起來是更大的 那我們再回過頭來 就是在影音的這一塊 到底賢賢姐他提的這些 是不是解方喔 首先我想先回應一下董老師 剛剛說的 他覺得賢賢姐把這些東西 都混在一起談喔 可是老實說 我覺得這些確實是彼此相關的 或許不是直接的原因啦 或許不是A導致B 那事實上我也不覺得他這篇文章是在說 一旦開放了這些隱居政策 就會導致人才空洞化 其實人才空洞化已經出已經發生了 他只是在說 這個會更 其實有點像我開始講的那段 那個內容自我審查化這一段這樣 那所以他後面提出來的這些解方 包括說這個讓商業台爛的 就自己被市場這個淘汰 這些我都支持喔 可是問題是 我覺得還是應該回到 我們剛才談文化政策是不是應該提高到 國安層次這件事來談 我覺得尤其是臺灣更應該要這麼處理 因為臺灣的國安是因為隔壁有個強大敵人 他跟你同文同種的情況下 他非常容易用文化侵略你 那這樣的情況下在WTO那個時候 我們沒有做好保護我們影視產業的這一塊的時候 到了現在我們要怎麼做 那剛剛林會長也說 大雨治水是用疏通而不是用防堵 那怎麼樣可以保護 那關稅防堵是一種嗎 那設立各種條件是一種 那問題是我們現在到底有沒有什麼機會 是不是用防堵的 不是阻止人家來怎麼樣 或是阻止我們的人出去怎麼樣 而是我們有什麼機會 讓臺灣的影距產業這一塊可以更做 越做越大 然後有機會回到我前面說的那個命題 不可以政府把一個問題丟給臺灣 你是要丟給人民 你是要愛錢還是要愛臺灣 那不應該是人民的選擇 而是政府要提供什麼樣的土壤 如果在一直流失人才的時候 我們剛剛政府怎麼做 但政府也看到問題 問題在於說他提不出所謂的真正 讓我們覺得有效的方法 我們來看看行政委長 賴清德說副院長來組專案小組 可以開會討論對策 等於說現在還沒有具體對策 再來文化部長在綠軍說 其實這不是所謂的要有一個亮點 單英的政策 他是要有一個系統性的文化政策 這沒有錯 那怎麼做呢 說臺灣在地故事要作為未來影視的 這些所謂的IP 就是智慧財產的這個 這個所謂的logo或是財產或是競爭力 然後要降低資金進入影視的這些門檻 強化公共媒體規模設置文測院等等 教育部長就談到五加二 五加二本來就有了 然後再來經濟部說不要過度依賴中國 要用新南向等等的 我請教一下鑑魚大哥 不著急嘛 如果著急該怎麼辦呢 其實我講一個舉個例子 其實大陸電影這麼強 但是你要知道大陸的電影講這麼多 但大陸的電影人最重要的依規 是臺灣的金馬獎 他認為金馬獎是最公平的最公正的 因此他每年都要心心向往的就是金馬獎 好啦金馬獎大家記得去年 大佛普拉斯雪觀音 當你臺灣自己夠茁壯 購拍出來好看電影的時候 當然這跟評審結構有關係 去年評審結構是比較挺臺灣電影的 但至少大佛普拉斯跟雪觀音 這樣子大量的獲勝 你是會讓對方的人 對對對對對案的人看到的 他坐在下面他拿不到獎 他看到是你得獎了 哇是你大佛普拉斯 是你雪觀音 他也被你多少吸進去一點了 你大佛普拉斯在講什麼 他也要了解一下 但你要知道 大佛普拉斯導演跟雪觀音導演 都跟公共電視的人生劇展 人生劇場有關係 這也就是說 你就是要有一個 像公視當時做人生劇場 或現在要做學生劇場 你要有這種魄力嘛 你一定要有一個實際的這種 不是只是說書而已 你確實是 每年要有多少預算 去培植哪些新人 來拍人生劇場 拍學生劇展 這些人一步一步的起來 未來就會開花結果 那你這個東西 你其實有一個實質的做法的話 這個開花結果的時候 你就會讓對岸的這個電影人 你坐在台下他輸給了你 然後他會看你說 你是什麼東西 他就會了解 所以現在問題卡在什麼 民眾還不相信 或是對公共電視 還不足夠的信任 還是說這種錢丟下去 其實也沒太大意義 我覺得其實這個成果 就知道說 只有公共電視當初做 也許就是冯健前總經理 在做人生劇場的時候 他現在出來的成果 可是這個東西要持續 因為我們當時像這個大哥講的 我們當時沒有把我們自己保護好 那你沒有保護好 你好萊塢入侵了 你整個當時 因為當時不知道大陸會迅速崛起 你後一直一直有恃無恐 現在你整個市場 大陸已經把美國也要打倒了 那這個時候 如果你自己還不有系列 有條件的 像公視人生劇場劇展 這只是個例子 有系列去培養自己本土的東西 文化用本土的導演 看他們的眼光 去看這些文化社會 你怎麼去做呢 所以回中你的建議是什麼 政府弄一個足夠重要 要足夠有影響力的文化 前瞻基礎建設出來 是的 我想 關於這方面呢 我要再補充說明 第一個 我們應該要先把台灣的影視環境做好 那這樣當然這是政府的責任 政府有沒有在做 我不是政府官員 但是我的理解有在做 比如說像剛剛那個董 董教授所提到的 我們的月前清雲局局長 沒做到的 在我們的現任的NCC主委 詹廷宜呢 任內他就做了 他在今年宣布 在一個每個頻道 一年之內 用半年來檢視他的新播力 自製力 就是說他必須是播我們台灣自己拍的 他就把這一塊地呢 讓我們生存的地方 把它播出來了 接下來文化部政部長 加碼進場 開始做輔導 尤其聽說今年要通過文測驗 來統籌這樣的一件事情 當然我們不認為 能夠避其功於一億 這樣就能夠引救到台灣的影視了 但是你有這樣的一個環境之後 我提出來就是 我們必須在戰略上 必須西進 但是要東渡 東渡日本 把日本當作我們的腹地 然後藍巡新飛 我們往日的光飛 最後北伐高麗 所謂高麗 不是做高麗的市場 是高麗已經賣了五十幾個國家的市場 來跟他拚地 最後我們集中什麼力量 才能夠在越馬中原一爭天下 這是我們認為影視的 基本的一個策略 但是回過頭來 最後還是要台灣自己本身 要把環境做好 我提到你剛剛在補充說明 這是跟大陸有沒有需要我們 我們為什麼看的都是 他的最大的公司呢 他的也有省級 就是地方性的企業 他也被那個大公司壓得 傳不過氣來 他需要借東風 他來跟台灣合作 我們有好的idea 我們也有工資也比較便宜 對他們這樣 就是讓他增加他的競爭力 所以我們還有很多合作的空間 所以對我們 我們鼓勵西進 但是要注意你的 你的所有的一個行為 對政府的具體建議 對政府的具體建議 沒有啦 我覺得就是那個 如果下禮拜施進級院長 副院長真的要開這個專案小組的時候 我們希望看到的是一個比較大的 有一個比較大的願景 在那邊告訴我們 台灣往這個方向去 就可以有效的抵抗中國的 軟硬的各種威脅 而不要再把現有的各種政策 湊一湊湊在一起說 唉唷 我們的解放長這個樣子 五加二啊 新南向啊 沒有啦 就是我覺得不要再很 就是便宜形式的 趕快把現有政策集起來說 有 我們有在做事 而是真的去面對 我們剛剛說的這些問題 就是如何把文化提升到 國安層次來思考 就像剛剛我們在說 那個在地故事作為未來產制 我剛剛說的那小毛巴克里 他雖然進軍中國 可是他的故事背景是用台 有好多台南市的畫面 那我覺得這其實就是 一個很好的例子 中國人可以看到台灣 只是不一定看到是政治的面向 我們其實是有可能 用其他的方式迂迴 讓他們看到的 所以董老師 現在是政府看不到 這個問題的嚴重性 還是提不太出來 真正有效的對準 相反 其實兩岸的這種 各個行業交流 已經二三十年了 每一個行業呢 其實都已經發展出 我們政府的一套管理辦法 管理規則 我舉個例子 以電影來說 我們就在管制中共的電影 能夠進來 我們管制是很嚴的 是 是 是 那因為是過去 我們沒有保護 所以我們現在逐漸逐城牆 會比較困難 因為我們是個民主社會 我們不能限制我們的人 說不能去 我們辦不到 我們不能一刀切 說我們的人跟產品不能去 所以我們不就是 我們再來關注 海南小學校長 帶女生開放事件 警方表示 兩名犯罪行人 沒有和這六名女生發生 到底怎麼說 他那是你看 你幫我 就是說沒有這個 直殺的傾向 我要揭露這些現象 如果我遇到什麼不測 被失蹤了 被關精神病院了 那一定是一次事件 相關的人事所為 請試試去找我 計劃校園環境 出發辦校港 陳曉辰 我認為他們已經違法了 我認為我的安全處的威脅 剛才已經打了報警電話 打了好長時間了 但是警察一直到現在還沒有來 你要不出示聲線 我們都可以找發你 你去玩嗎 我不知道是怎麼有 我也不知道是誰 是不是啊 你知道我不是去了嗎 我是調查你 我去的時候我沒搬接啊 反正我已經告訴你 我沒有傳遞牽收你的文件 是吧 那你今天去一條件在幹啥 有沒有全力來 我沒有想去啊 你報警幹嘛 好吧 請你出去 落實性別平等 落實性別平等 我手上拿的是兩把劍 一把劍是針對愛知方志 另外一把劍是針對 爭取社會國家 給同性婚姻的平權運動 孤單的鬥 童韻界的大牌啊 他一直就是單打獨鬥 獨行俠 朋友把我看成像一個圓釘一樣的 就是同志族群的保姆 沒有錯 用壯觀的實驗 培養科學敏銳度 哪些物質越燒變得越重 什麼形狀的坡讓球跑得最快 到瑞典的冰旅館看結冰原理 不需要用火就可以把雞蛋煮熟 週三週四晚上六點 科學玩很大就在公共電視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